大家好,我宴輝 新手五選一的時候,該選哪一支呢? 我推薦列劍音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字幕 則某人員 其中之一就有一次烈劍音 這烈劍音的飛行,我自己是玩 我沒有到很強呢,這才我玩不到十場之一啦 當然很推啦,因為你有個概念 然後他只有我我最邏要用 我最惹建議用銳利 銳利之爪 銳利之爪,因為很多都是靠吃技能的 然後得分護具他要貫分 加450的血 然後救援屏障 在大決以後可以貫分 然後得分加速 我是這樣出 非常非常推 非常推 烈劍英 然後他盡量打野吧 盡量打野 現在我們這個陣容沒有輔助 沒有輔助 還是就盡量打吧 那這個目標就是以皮卡丘為主 通常第一波 第一波我還是以上路為主 首選的五選一的話 一類建議的優勢在他的位移 貫分傷害都非常非常強勢 如果你厲害的 厲害的控制的話 你一定要飛翔吧 好像還可以躲出他的殺死 但是我是彥反跟那個 那個流派 我兩個技能到時候都會多死 因為這我玩不到磁場 他們是說雜技先點會比較強 那我就先雜技吧 出去以後就可以一個先這樣子 傷害先打吧 雜技的話會有一個小段位移 左右去控制 然後再用去佐 技能組合 技能犯了以後 傷害會稍微小範圍增加 那個是 那個什麼的優勢齁 用 因為 烈仙音比較偏向都是吃 吃那個什麼 技能傷害 所以他技能CD也蠻快的 馬上吃他可以一直 不斷的增加傷害增加傷害 所以其實蠻適合用瑞麗之爪 當 當他那個 然後放了以後 突然第一波我們往上幫 那我自己是用驗翻 然後躲起來 躲起來不要給人家看到 好等第一波 第一波那個 好隨時存這個 好檢查一下 先走吧 哇我要死了 啊 我這個死掉啊 好慘啊 虧爆啦 已經送一個birth 哇這個我太早出去了 太早出去了 被騙到了 40% 這個就沒辦法 哎呀 那就來講弱勢吧 一個 帶 帶崩節奏啊 再來 等一下吧 然後這樣子技能組合 這樣打 如果你像剛剛一樣 送出一波了 那你也沒辦法 你只能趕快吃吧 那第二波還是盡量快速的刷野吧 就優勢的時候可以做什麼 弱勢的時候可以做什麼 那你看他們有沒有往前 如果往前的話還可以打 再來 我們再來 他如果再過來的話就有機會打 他如果再過來的話就有機會打 夠 那就把剛才的那個那波弱勢打回來了 那趕快去搜野吧 這一波上下路那個可能沒辦法吃了 但也沒辦法 因為前面那個打亂節奏了 自己自己打崩就沒有辦法 你趕快搜野為主 還有下路是還在 還可以 先放技能的話 他可以兩波 有看到兩波技能 那是還可以 就抓那個技能組 先一個 勇鳥 然後再一個 厭返 那盡量還是不要吃 那個 吃 吃他們的那個 地圖物件 其實應該給我吃 我差點打 應該給我吃 隨時用小地圖去看有沒有人在打 那你現在如果沒有那麼優勢了 可能就是以抓了為主 他傷害是非常非常充足的 你千萬不要拿 這邊偷關 吃一堆野 然後去偷關 技能其實非常非常糟糕 有技能組齁 好 那都安全吃到以後 還是以地圖物件為主吧 如果不能壓 他如果 如果已經這樣 你就要把他推開 那把他吃掉吧 okok 那這樣子還可以 還可以解手 好 好 能人的話就盡量吃他們野吧 好 盡量刷 刷你的傷害 去把你的傷害打住 用獵劇 用獵劇的強力的傷害技能去 去poke他們 然後灌分 偷分流絕對沒有 沒有玩到獵劇 沒有玩到獵劇強的地方 這個中他就死了 馬上就逼他一個閃 至少逼一個閃 我那個 我可以再打一下 搜野搜野 那個妙娃跟那個誰趕快搜野 趕快搜野 算了 沒事了 就去搜野 不要野怪不吃 我去打了 搜野要搜 我們錄他們野 就是希望你們去把我們野收掉 那等級會起來 啊現在沒有人收野 那就還是趕快打吧 然後他可以過牆 是在那邊牆 最低建議這版本 其實是非常非常強大的 把他拿去偷分 真的是有夠浪費的 這我每次這裡都撞牆 所以你這個站的 稍微旁邊一點 大家安安喔 記得吃的時候 往你的 那個方向靠 然後去判別 時間來不及了 就趕快過去 吃完也馬上回去 等CD技能 咦 這裡怎麼還有一隻 趕快回去吧 趕快回去上去吧 你看他獵劍的強大 所以你那邊 玩那個冠分 留著那邊 跟我雞魚掛 吸力花的獎 就會有的沒的理由 屁話 真的是很受不了 沒有人那樣玩 只有新手才能那樣玩 那你是新手 其實我也沒講什麼的 結果到處去湊我 也不太對吧 這獵劍厲害的 你真的是 後排怕他怕跟鬼一樣 你不是善用他的強大 你要冠分或什麼都很好用 等一下我CD不到 好 有沒有看到這個輸出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輸出 有空 你會看到這個輸出 我看到這個輸出 這就是一隻人 我看到這個輸出 你現在是全輸出 我看到那個輸出 你被我看到這個輸出 我看到這個輸出 啊我沒在灌嗎 我把分數灌多少 我把人殺光再灌給你看 灌分流 偷雞摸狗 對隊伍幫助一點都沒有 你也不來扛傷 你不來吃 不然打足你的傷害 但其實我不該開大啦 我只是想耍帥 這不好啦齁 其實這個時間還來得及 趕快吃一隻再往下走吧 啊那個 可能 這一波可能沒辦法吃了 還好獵劍的很快 趕快收野吧 趕快收野 應該有一波大絕 好 剛好這樣我等一下有大絕 所以其實 花花再來跟那個大絕放下去 他應該來不及吃啦 那我會看齁 我待會看一下 可以的話還是盡量抓人多一點的地方 想要讓他邊給我灌粉 灌什麼粉 不要打吧 不要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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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再打 等一下吧 等人來 剛來不及 剛來不及 等人吧 我們領先那麼多 不要打齁 打吧 快速把人抓掉齁 拉打一下 慢慢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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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一點 pow 一點慢慢拉 慢慢拉 慢慢拉 冷氣冷咬 уч滴 推一點喔 慢慢拉 推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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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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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 繼續刷 這麼強大的劣接音 你們在那邊玩灌分流 是不是笑死了 所以啦 這很推啦 新手超推 之後我玩不到十場 都可以打成這樣 風生水氣 不推嗎 好 利劍一不推嗎 啊 另外一個技能我到玩了以後再講 我會把影片再剪給大家看 技能推薦 持有無推薦 打法 像這樣 你有看到我剛才前期是很弱勢的 我那送了一波 然後我們怎麼把他打回來 怎麼在對團隊有貢獻 這才是一個真正在玩 這個 大家會覺得你的存在感高 殺十六個 十萬輸出 殺十六個 我灌不到兩百分 但是隊伍怎麼樣 那是因為我們沒有開鳥啊 對不對 啊你如果在那邊偷偷偷 是不是 十萬輸出 做你的貢獻 你是打野 做出你的貢獻 啊你不是打野走線的 那你看你怎麼打 不要再打那種 兩三萬輸出 選列建議來幹嘛 灌那種垃圾分數 隊伍又贏不了 你要灌就怪三百分 四三百五十分 那你這個才叫灌分流 你要出灌分流的話 裝備跟那個打法都要調整 你可能就出飛翔 用偷的慢慢偷 但傷害還是可以出來很高的 十萬輸出 打對面挨八挨木的 瞎瞎叫 是不是 這邊都新朋友 菜鳥應該比較會打一點 賈賀也是小朋友 他好久沒玩了 這也是新朋友 所以 好列建議不出嗎 好啦 推列建議 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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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